亲爱的太阳们 大家现在好 我是佛山的赵惠丽 今天是2021年的4月10号 我来到了北京SKPS 它的位置仅靠大网络的列口 SKP是世界第二亚洲地 是中国内地最顶流的摄氏品商场 北京日报报道 2020年SKP的销售额达到 177个亿 不仅连续10年产点中国电网 而且首次超越英国哈罗德 买货未定全球电网 SKP 单日的营业额曾经卖出过10个亿 是明星公布的首选 这里买LV的排队 停车场表示类似动车 在这里可以来到所有限量大批海 并且所有的新品绝对提前到货 这个商场一记眉就看到了这座未来农场 把乡土味道的农场和未来的高科技向结合 相信你瞬间就明白了商场的定位 二楼是450只可以听你随意指挥转动的南极奇鹅 又练火星探测基地也搬到了现场 畅想人类在未来火星上的场景 还有两位AI特别的仿真人 据说是火星发明人 门事两个人就聊天 晴天他们在说什么 哇 这里还有一条闪闪发光的时空隧道 不过呀 最大的亮点是 所有大牌的门店陈列 都特别先锋有艺术感 那种视觉与感官的超繁体验 真的是沉浸式购物 买 买 买 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是上次来买的 来到SKP 不用顾虑那些价格 飞得比火箭还高的商品 放下心理包袱吧 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漂亮的景点 朋友们欢迎来玩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直ار 转发 比赞 到